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音樂劇的專題是編舞 我們請到趙浩賢先生 大家好 Rex 歡迎你 你是編舞 又是跳舞 亦是演員的音樂劇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怎樣可以入行做到音樂劇的編舞 或者演員 先講一下你自己做例子 沒問題 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中學的時間 我讀完書之後就入了演藝學院 讀一個音樂劇舞的課程 所以畢業之後就順利成章 入行去香港的劇壇開始 所以你入APA是入那個 Musical Theater 它是Under Dance School 因為舞蹈學院裏面的一個項目 那時候是一個新的科目 那會不會跳舞多些 跳舞和唱歌會多些 但也有些戲劇 其實那個訓練都是去訓練 做音樂劇演員 但是那個範圍就會比較主攻多些 舞蹈和唱歌的東西 或者一些 形態多些的東西 形態多些的東西 我們這時候說的 是的 那 不早入之後 其實就入了行去做音樂劇 其實最初都還沒有編舞 雖然自己有一個 舞蹈的底子 但是其實後來是 一直做音樂劇的時候 就有些機會 其實第一次做音樂劇的編舞 其實要多謝一位前輩 我想有很多人如果留意香港的音樂劇 都會知道 鍾志榮先生 那時候剛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做了他一套音樂劇 那時候是譚偉權先生和林敏莊小姐 有一套叫做《紅》的 《你一萬年》的一個音樂劇 其實那時候我就做一個 就是舞蹈演員而已 那突然間 他們臨時臨急 有個編舞 就是幫我們做編舞的人去咬腳 然後突然間 他沒有可能再做到一個項目 然後突然間 阿榮 鍾志榮先生 他就問我 我既然會跳舞 不如試試排排 就是這樣開始 就第一次做編舞 之後開始就 一半做演員 一半做一個音樂劇的編舞 就是這樣開始的 就是這樣 你就是這樣開始的 對 直至現在你編了多少 多不多 如果音樂劇 其實 真的做filter上大台 我想十多個左右 另外有很多 其實另外香港除了 劇場界之外 還有很多 譬如一些 我們一些 商業政策一些的 一些表演的 他們都有一些 音樂劇的 一些 材料的時候 都會找我們編的 那些都會 比較多些 但其實多少 真的數不到 很多 很多 那你最初 是否編舞 通常都是做了 沒有到原先 然後慢慢積累了經驗 才做編舞 多數都是 對 因為其實 你要做編舞 其實你首先 自己要懂得跳舞 自我肯定 然後 你都要知道 怎樣去 跟一些 你的舞蹈員 去溝通 所以 我自己 會覺得很幸運 就是 畢業之後 不是立刻 可以立刻做編舞 而是 都有一些時間 去看到一些 前輩 怎樣跟一些 舞蹈員 或者跟一些 演員 溝通 令到他 可以活動到他的 東西出來 我想 這件事 會是 挺幫到我 而且我覺得很需要 就是 你一定要 了解到演員 究竟怎樣去 作為一個演員 你才可以 知道自己 在做創作的時候 怎樣去 令到 那件事做得好 編舞上 我自己會覺得 那你在APA 受的訓練 夠不夠 做這個 最重要的編舞 其實夠的 真的夠 其實夠的 因為 應該怎樣說 那件事會有些不同 因為我讀的時候 是讀音樂劇 我們會在一個 角色 在一個 故事上面 開始去開始 開始去想 一些舞蹈是怎樣 或者是 跟一些 風格 跟一些年代的東西 譬如你二十年代 我們就知道 你當然就是要 排二十年代的東西 盡量去跟貼 那個時代 你沒有理由做一些 很Cyber的東西 我想我們這一方面的東西 會是強的 但反而可能是 比較近一些 conceptual 現代舞 或者一些 技巧性的東西 我自己會做得少些 因為多數 本地 現在譬如 很多時候我合作開的 都會是一些 演員 就是 戲劇上面 或者 聲樂上面 比較強一點的 演員 反而舞蹈 他們可能是 未去到一個 專業舞者的 一個水平的時候 很多時候 都是要在 他的角色 出發 找一些動作 但是 如果說 做編舞 其實我自己分兩樣的 當我編音樂劇的時候 角色會很重要 但是當我知道 我是遇到一班 舞蹈員 舞蹈員 我知道他們有這樣的 能力的時候 我會給 多一些 就是 條件的東西 或者一些技巧的東西 會給他們做 其實都是看情況 但是讀書的時候 其實都幫了很多老師 我們一邊交功課 都幫到我 怎樣去入行 再去做這行 但是開頭 其實都 不是說 很容易 都要試 還有很多前輩 再給一些意見 去做 明白 好 那編舞 其實因為音樂 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 的舞蹈 譬如你初初要學 要不要學很多不同的舞蹈 真的 真的要 是 因為我們要盡量模仿 年代的東西 那讀書的時候 除了 譬如我們基本的技巧 技巧課 就是演藝學院 芭蕾舞 現代舞 中國舞 爵士舞 踢他舞 這些一定要收的 那跟著之後 其實定期他們會有一些 Summer Term Winter Term 就是一些 那些叫什麼 連尾會有一些Gas Teacher 他會有一些不同的風格的東西 學習 那幾年我讀書的時候 比較好 學校的資源 比較好 所以老師 我們的Department Head 可以給我們多些不同的資源 讓我們了解得多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很厲害 就是有個西班牙舞的Fermangal 我會完全掌握 就真的不是 但是一些很基本的 一些Basic Style 怎樣去分到 有個 就是知道 至少我知道 是女人跳的 還是男人跳的 就是一些這樣的東西 就會有 就是眼界上面 多一些 真的什麼舞都 嘩 很厲害 因為始終都是 四年的時間 就是得 不夠 如果我想做編舞 這樣 要有什麼條件 由最基本 到最高深的 有什麼條件 如果你說 如果在香港舞壇 做編舞 其實都分很多飯 我就主要做音樂劇會 會比較多 如果就是說 做音樂劇的編舞 我想 最重要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真的需要 要了解一些 劇作或者劇本的一些 風格 以及 為什麼要跳舞 因為 音樂劇那個 舞蹈的用途 會跟一個 正常的舞 一個舞蹈作品 會有些不同 就是 可能你在演唱會 看到的一些舞蹈作品 就是一些 可能演唱會後面的 一些舞蹈 他們跳的一些 我們會比較注重一些 包裝的東西 或者一些 效果的東西 但是 可能去到 我現在排的 關於戲劇 多一些的時間 可能是 都需要知道 那個角色 會是怎樣的 譬如可能 如果你是一個老婆 老婆婆 或者你是一個小妹妹 雖然我排的東西 但是我都要 有一些形體的指導 給他們 讓他們 了解到 怎樣去做 還有 那個 為什麼要用 那個動作 去跳 都要多解釋 給演員 因為溝通會 會很不同 跟順寶導員 除了技巧 怎樣去合作 都很重要 一個團員 始終都 遇到的 演員 都是 不同 所以要根據他們的 標準 去幫他們 好 我們下一節 繼續聊天 好嗎 下一節繼續跟Rex 給你們